对一个信徒来讲 他最大的罪是什么 其实不是他自私 发脾气 不是这些东西 他最大的罪是 他真的很轻看这个关系 他很轻看这个运作 他很轻看这个圣徒们 在宝座面前 跟神之间的那个互动的 那个时间 那个空间 那个时间 那个空间 那个关系本身是天使天君 做工的 做工的那个fundamentals 那个根基来的 他们是这样 等信徒的呼求 信徒的同心而已一起做工的 所以魔鬼啊 他的攻击啊 是真的有重点的 后来我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人已经在他的手中了 欺骗一下 试探一下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的集中点是能够发光的那个群体 就是各位信心的来源的地方 就是教会 所以特别在教会这个时候 教会呢 他的攻击是真的 各种的欺骗 各种的诱惑 各种的 教人误解 然后纷争结党的事 那只要这个地方 一出现问题的 神的爱看不见 所以在三章十八节 以福所书 你要发现神的 常阔高深的爱 一天心事一天的爱 一定要跟谁一起发现 一定要跟你的肢体 众圣徒在一起 一同明白 一同认识 这个越来越深的爱 昨天跟今天的不一样 认识这个 你才能得保护的 所以这个肢体生活呢 很多人是没有明白 这个地方是 我们信徒是活在灵界的 魔鬼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灵界里面有些干扰 有一些试探来 然后呢 这个试探干扰 是你们天天在世界里面 天天接触的 不管是信的东西 钱的东西 名誉的东西 地上成功的东西 无形中一直进来的 所以教你 有些选择有一些道路 选择有一些道路 做有一些决定是 就是很奇妙的 受这些东西干扰的 但是你一相聚的时候 奇妙的 神的话出来了 有时候会看起来 是做一个崇拜 牧师讲一个半小时 你就听两句话 也好那两句话 里面呢 教你 可能一个礼拜里面 不走错路 不选择不对 不讲出有一些话 伤害人 也可能的 然后这个当中 有时候在相聚 有信徒当中 看到你的时候 对你的怜悯 或者对你一个 爱的眼光的时候呢 你心里很刚硬的心 一切柔软起来 或者有时交谈的时候呢 听到弟兄姐妹 给我的有些意见 劝勉的时候呢 你改正过来 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 没有这些东西 你是一直在领受 这个世界 灵界里面的 很多的干扰 很多的试探 然后慢慢往那个地方走 然后你发现 你的人生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你选择的有一些道路 选择的有一些 是慢慢是叫你的人生 走下没落的 这是奇妙的 我在教会二十多年 看这个东西 二十多年 其实很多的见证经历 我想讲 如果跟我在一起 教会起码十年生活以上的 各位都会看到 有一些人真的 亲看这个 普通的关系 平凡的关系 做着聚会回家 或者也不当一回事 牧师讲什么 不管我的价值观 我的人生 然后你看他的信心 他的人生走下没落 这是这样的事 但是我自己在教会 二十多年 我有很多时候 愚蠢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但是呢 我也发现 我有点聪明的地方 是什么 我是知道 有一天开始 我不能靠自己 因为我活在灵界 天使怎么工作 多弱的天使 怎么工作 我听到什么话 有什么意念 出来 我会怎样的 所以我把自己 放在蒙恩的地方 蒙恩的群体里面 然后很奇妙的 我现在想回去 我二十多年教会生活 可能我人生里面 有一些很关键性的 方向性的改变 或者有一些 我对事对人的 有一些的领悟 然后改善 都是我每一个礼拜天 每一个周日 周间当中 聚会当中 然后也听信息 也跟弟兄姐妹们接触 听到有一些东西 来叫我明白 我也听过很多见证 有些夫妇关系 他们是一直吵架到 有一天 在教会肢体 神的话 也有肢体的劝勉 有一天 可能妻子领悟了 其实我一直以来 没有束缚我的丈夫 我以为我束缚了 她领悟到这个的时候 她向丈夫的 有些态度改善 这个改善之后 家里有平安的时候 孩子对他们态度也改善 然后整个家里的运作改善 然后大家欢欢喜喜的时候 把这个力量 带到现场去 工作也开心 然后在那个地方传福 原来有这样的事 继续连接的发生 是要通过一次的 或者不断的 有一个肢体之间 肢体互动当中的 圣灵的工作 天使的工作 使人明白 然后过后走不一样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